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李大宗 李副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哈喽 李老师 早 早安 风轻早 各位听众 观众 大家早安 好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其中选举 其实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 谁赢谁输 一直要看政治人物的脸就知道了 拜登开心的不得了 现在就连裴洛西也开心的不得了 说我们的同党同志都建议我继续的参选 众议院的议长 所以就连众议院都不一定是共和党拿走 因为现在是206对 212对206 咬得很紧只差六席 那过半数是218 所以共和党一定要再拿下六席 他才能够过半 可是如果你细细去看的话 他不一定能够拿到这六席 所以现在民主党乐得不得了这样子 参议院不但保住了 也许还多一席 然后众议院也许不会丢掉 好 怎么来看 对 因为这一次就是出乎大家的意外 就是第一个是拜登 总统所属政党在其中选举里面 可能他是过去几十年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 那也跟一般的选前民调有重大差异 所以预期里面所出现的这个红色的浪潮没有出现 顶多顶多就是红色的涟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是带着效益出国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川普的脸色就非常难看 会不会在如他之前所预告 11月15号有重大的决定 他说要啊 他说要 那这一点可能就是对共和党而言 他就是很重大的一个挑战 那真的就是你看众议院 目前来说 当然共和党2127 他还要差6席才能过一半 218 因为总席是435 但民主党选的也不差 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206席 这个因为选前民主党是220 共和党是212 所以现在还要再看追下 最后大概还有17席 最后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到底是如何 这是众议院 所以未必100%共和党如选前 几乎是85%的民调议色说 他可以掌控众议院 这还有一些些小小的变数 那参议院其实也是非常特别 因为参议院我们上礼拜所提到 有四个关键的这个州的一席 包括乔治亚 包括这个内华大 杨丽莎娜跟兵州 其实这里面最先对民主党的好消息 传来是兵州 兵州是这个费特曼守住那一席 而且赢了大概4.6%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乔治亚 因为乔治亚这一州是三人进选举 他的规定是要50%才能够获选 所以这一席里面民主党现任的这个 沃诺克49.4% 他差一点点 那共和党的挑战者沃克 是美式民这个足球的前明星 48.5% 奥利弗2.1% 所以还会在下个月初的时候 进行第二轮选举 那接下来就是亚利桑那跟内华达 尤其是内华 这两州其实都是民主党现任赢得选举 守住民主党这个宝贵棋斯 尤其是内华达这一席 因为他开得很慢 最后现任的马斯托是惊险过关 真的 才赢0.7 咬得好紧 6000多票 我看最后的这个讯息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目前来说就是50对49 那接下来那一席 就是在下个月的乔治亚州的 这个这一席的参议院选举就很关键 但不管如何民主党笃定50席 搞不好最后假设再赢的话 51比49 那还比选前还好 对对因为选前的时候是50对50 结果现在如果出来的结果是 51对49的话 那对于参议院掌控参议院 对于民主党来讲就更有把握 很关键 而且众议院其实也是未定之天 因为我们其实 因为我刚刚还在搜寻就是 美国的媒体 他们的这一个就是开票的状况 因为他有很多的区 开的速度非常的慢 但有些区比如说像是 这个是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州的第三区 他已经开了99% 然后呢双方是50对50 只差了1100票 好近 只差了1100票 所以当共和党稍微领先个1100票 可是这个你还没办法判定到底会是谁赢谁输 然后另外像是亚利桑那的第六区 也是50对50 然后现在开了94% 双方的差距也只有2100票 好紧要得好紧 所以我们看开票知道吗 这就是你还在未定之天的 有很多的区都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的关键就在于说 民主党这一次的表现真的是超乎预期 民调不准了啦 你看民调之前都说共和党会胜 甚至于会大胜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民主党凭什么赢 对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解释 我觉得他这我们上礼拜扫论到他的三张牌 包括拜登的政绩牌 堕胎牌 还有他打的也是川普牌 共和党但川普是辅选助攻 可是对民主党而言 他就要凝聚一种反川普的力量 害怕川普的力量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三张牌 事后之名 其实是应该是某种程度是奏效的 那对比而言其实共和党主攻还是经济牌 照理说从民调的表现来看 老百姓最关心就是民生经济 能源食物的价格等等 那共和党的次要的议题 在移民了和治安 但这两个牌对起来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重大的因素 也许是川普 可能是在川普还是一个对民主党而言 他能够更能够凝聚他的一个共识 不要让川普回国 或是厌恶川普这个气氛 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高涨 那这个选举里面我觉得 对民主党对共和党 结果还是有重大的影响 就对民主党而言 本来就预期小数算赢 那对拜登而言 他其实是至少可以免住他提前跛脚 他是觉得小数算大胜 小数算大胜 他的脸色这两三天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那个效益是掩不住的 他是带着充分的自信跟底气跑去见习近平 那当然他现在没有把话 还没有说他正式要参选20这个24的选举 但是基本上几率是高的 有可能在明年会正式的宣布 那同时因为选前 大家对他 拜登个人会质疑年纪健康 犀利度领导能力跟政绩 那这一方面他可以暂时缓解 也可以让他党内可能的这个潜在的挑战者 稍微能够平息他这样的对他的挑战 但他年纪真的很高 今年满80 到坐满这一任期82 假设他说再选然后胜选的话 第二任任期坐满已经86岁 所以拜登现在看起来还是信心满满 他是想要选下一任的 应该会选 那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我认为他的对手会决定民主党内部 到底谁来挑战他 这就要看共和党 现在共和党里头 那因为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你所有的右派媒体 就支持共和党的媒体 都在批评川普 他们认为都是川普害了共和党 就包括了福斯啊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啦 就是这些右派 还包括了其他的这一些 哈芬顿啊什么的 都在批评川普 可是川普不退 那这些媒体之所以要批评川普 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新的共族了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提斯 德桑提斯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个取代川普成为共和党的共族呢 我觉得是有蛮大的机会啊 因为这次选选选成这样子 其实共和党的支持者 包括媒体在找战犯 那当然对川普而言 他的小川普呢 没有预期选得好 所以强倒众人推 但川普可能是不退 但是他有其他的可能性跟替代 就是德桑提斯 因为他对比川普啊 他是一个另外一个类型 就是比较传统 但是他这次选得很好 他拿到将近六成的选票 在佛罗里达州 对佛罗里达州连任 大胜对手150万票 因为佛罗里达州原本是五五坡的地方 对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 小布希跟高尔在竞选的时候 那因为佛罗里达州 那个计票始终没办法确定 到底是小布希赢还是高尔赢 最后是在这个 最后因为那个计票 已经实在是拖延太久了 判定是小布希赢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五五坡的地方 那上一次习德桑提斯 在四年前的州长选举 他是显胜 只因0.2 3.2万票 所以他这次领先对手150万票 而且很特别 四年前其实川普是为他背书的 但这次大选两个人 其实是切割得很清楚 是决裂的 而且川普会骂他 你背信忘义 忘恩负义 所以这次选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选前到选后 其实川普一直很在意德桑提斯 他用非常不堪的字眼去辱骂德桑提斯 甚至用他的德桑提斯的英文的名字 一个谐音 把他取一个绰号叫德桑假正经 骂得很凶 但是为什么 因为川普认为他是个很重要的挑战者 对他是很大的威胁 而且德桑提斯44岁而已 年轻 而且他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 毕业为哈佛根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一下 这个可能的挑战 欢迎大家回到 980文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 李副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这次的选举 对民主党来讲 拜登其实是最佳讯息 对 反而是加州的州长 本来有意思可能要挑战 可能这一回现在不敢开口 说要挑战2024了 大概会定于拜登一尊 一段时间 对 那看明年的状况 对 但共和党的情况 他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川普看起来 刚好相反 川普看起来好像没有死心 可能他会继续选 但是对民主党来说 有其他的选项 而且根据民调 对共和党 共和党 根据选前的 共和党选民的这个分析 比较支持川普的四成多 德桑提斯那时候三成多 但这次其中选后之后 倒过来 德桑提斯的 在共和党心目中 有四成多的支持度 但川普就跌到三成多 今年初的时候 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 还高达六成 对 选前那时候降为四成 对 其实就已经是对共和党 很不利的一个选号 对 那现在又其他的 降到三成 这个 这个明日之星 德桑提斯往上升 往上升 那他大概是很年轻 他的从政之路 是从佛利达州的 第六选区的众议员开始 2013到2018 那现在是连任 第二任的这个 佛利达州的州长 但会不会坐满四年 其实他自己也没把话说死 他的支持者 其实期待他更上一层楼 那假设路死的话 明年就要表态 因为很快进入到 就是各党党内初选的这个七成 所以我觉得他几率是高的 那他 这次他有个很重大的地方 是他募款能力非常强 这些都是重要指标 他在募款募到了两亿美金 就是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所以这也是大家看好他的很重要原因 当然对川普而言就是一个厌中钉 所以他时时刻刻就在看着他 在批判他 所以共和党内恐怕会 会分裂成为川普派跟德桑基斯派 对可能还要在明年一较高下 因为川普应该会选途重来 据说是今天 他会宣布说他要参选2024 好这个是 如果是川普 我认为就是拜登出来继续选 对 那如果是德桑基斯 我认为民主党内可能会出现挑战 有点是爷爷跟孙子的年纪 有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挑战 因为对民主党来讲 这个对上德桑基斯 不是一个好选的一场仗 所以就要看共和党能不能够聚焦 对不对 好这个是美国的选举 但是夹着胜选 其实对拜登来讲 他就说他是胜选了 夹着胜选 他来到了这个G20 他来到了东南亚去柬埔寨 冬协高峰会 然后接着G20 那么有这个美日韩三方的会议 同时最重要就是 昨天晚上登场的习拜会 对习拜会 因为现在是很密集的一个 国际间的大戏 那个从东协系列峰会 到G20 到APAC 但中美双方去的人不一样 以中国大陆的言识 李克强去了第一场大戏 东协系列峰会 然后后面两场习近平 那拜登倒过来 他是去前两场 那第三场APAC 这个领袖的非政治峰会 是委派贺锦丽 因为拜登参加女儿的婚礼 回到白宫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不同系列的一些国际的大事 那其实有一个是美日韩三方的峰会 其实这也很重要 因为今年六月份 这三个人才在NATO的场边会议举行 那上一次 上上次是已经是在2017年9月 在联合国大会开议 那这一次岸田文雄 拜登跟这个 这个影席月 是谈了很多 包括朝鲜半岛 台海局势 印太地区跟俄乌战争 但对美国来说 这个场面是他要的 他希望能够凝聚日韩跟美国 因为在这个地区里面 是美日美韩是有双边的同盟 但美日韩这种三种 三个国家在一起凝聚的是 对拜登而言是一个 能够维系美国领导地位 是遏制中国大陆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所以他必须要在所有 只要能够美日韩三方领袖 在一起的场合 就要促成三方坐在一起谈 这样的画面 他只要不断地出现这个画面 把这个同盟结得很更深 而且也不只包括领导者 也包括外长 这三国的外长 比如说在前阵子 这个联大开议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美国冬结的峰会 对拜登而言 当然也很重要 因为对美国来说 上一次美国总统参加 这样系列的峰会 已经是川普时期 2017年11月5年前 但你可以说这两年 也有疫情的影响 但是201819也都没有去 对 因为川普没有那么重视 东南亚跟东协 那这一次美国是成为 东协的全面战略伙伴 这个是当然可以说 象征意义还是大国实施意义 因为这个地位 其实中国大陆是去年年底 中国跟印度是去年就已经取得 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 那美国现在是希望极其执着 极其直追 而且中国大陆跟东协关系的拉拢 其实慢慢的 从91年对话关系 96年全面对话伙伴 到97年是迈向 21世纪的牧林互信伙伴 到03年快20年前才是战略伙伴 那去年开始 这个是全面的这个战略伙伴 这个是他有在外交上有不同的位置 代表不同的意义 但对美国来说 他希望从理质跟实质上都有取得这样的地位 但双方在竞争跟东协的关系 但最后比的还是实力跟实质关系的凝聚的程度 所以大家都扛着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这样的头衔 但实质往来呢 其实中国大陆还是布局比较久 因为这个你看去年双这个中国大陆跟东协的 这个双边货物的贸易额是8700亿美金 那比前一年成长21.4% 那东协已经是连续两年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 这个贸易的伙伴 那对中国而言已经是连续13年成为 这个东协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截至去年年底 其实中国大陆跟东协的双边投资额是累积超过2800亿美金 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强过美国 因为我看这一次拜登非常特别 他在这个东协的场合里面 他特别提到他接下来的所为 比如说他统计一下今年 他说我们今年美国整个来说 对中国大陆所对东协所投注的这个资金 其实大概是2.5亿美金 包括今年 这里面还包括今年5月 不是美国把东协国家叫到华府召开特别峰会 那时候有1亿5千万的一个四大方面的补助跟支持 10个国家 10个 2.5亿美金 拜登又宣布说 明年他还口误 他说8.5亿美金的援助给东协 其实根据白宫新闻稿后来把它纠成成8.25亿美金 8.25亿美金 其实这数字老实说对美国是九牛一毛 而且如果跟中国大陆比的话 真的是差太多 对美国九牛一毛 对中国大陆九牛一毛 其实对东协这些国家来说 也是九牛一毛 对 东协里面 除非是非常贫穷 比如说老沃 他可能相对这个经济规模不够大 对 就连柬埔寨恐怕都觉得你这个数字太少 数字太少 就你全部给柬埔寨他都觉得太少 对那拜登他很侧重优势在要给的地方 优势部分的领域 跟环保相关 什么电动车 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 什么海上执法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以美国跟整体东协的经贸关系 的确近年来是有强化 但以去年而言 美国跟东协双边的这个经贸额 也不过就是四千四百亿美元 刚跟刚才所提到中国大陆是八千七百亿美金 还是差了一截 刚好一半 一半 那美国的布局当然很久 其实最早要推 但是欧巴马 可是川普那四年是冷 冷掉的 那拜登现在重启如噪 可是中国大陆在这边布局很久了 还是差了一截 而且IPF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没什么太大进展 对 所以刚开始启动谈判 启动谈判 对 而且要谈判什么内容都还不是很清楚 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出来 拜登现在他来到了东南亚 他当然表现了对东南亚的高度关注 其实你也不能说他不用心 以美国忽视东南亚十几年来看的话 他大概是最用心于东南亚的美国总统的 来的就官员的次数啊 分量啊 密集程度啊 都是空前的 没错 那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没有仔细去研究 东南亚这一段期间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了 是 他的体量已经不是一两亿美元的这种格局的体量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东南亚的变化 对那这样就很辛苦 因为很明显啊目前美国会把东协国家跟南太平洋国家 视为是跟中国大陆角力的主战场 意思是说你能提供多少的这个真实的牛肉很重要 还有你在外交的艺术上 能不能够真的能够争取这些国家的一些心 这很关键 那当然这些国家里面有的跟中国大陆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 但很多国家是在两者之间说我都不排斥 所以美国要做的地方还很多 就他空间还很大 我现在看不出来东南亚十个国家当中有哪一个比较亲 完全完全一面倒的没有 对一个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在两边之间 最多在两边中间 对对 然后大部分还比较偏中国大陆 对对像柬埔寨最明显 老沃了 对 更不用讲 然后缅甸还很难 其实就连泰国 对 然后前一阵子的越南 软腹重 对越南的现在方向又往中间靠了 那小马可寺 对 然后新加坡 小马可寺还要接受中国大陆邀请去做国事访问 对菲律宾 对 然后印尼 所以你这样子一点算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拜登是很努力 可是他也许没有用对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斯坦江大学 国际书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李大宗李副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这个我们先就继续来谈后面的话题了 以色列 好进入 是吧 我们要进入以色列了吗 集团体 集团体 对对对 拜席会 这次的结论怎么看 基本上就是双方把话再讲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还是蛮关键 因为我们大概看起来是 因为这次实体的碰面 面对面还是重要性 绝对打过拜登上任之后 五次的通电跟视线 三个小时啊 三个小时谈了非常久 那除了一开始大家看到 那握手的八秒之外 其实双方的阵仗也是很惊人 各带 各十个人 那从中国大陆而言 除了习近平之外 丁薛祥 丁薛祥有可能接下来就是 成为常务副总领 接韩正去主管财政啦 发展改革这样的位置 所以他特别要上场 要上场 那某种程度要相对应 这个叶伦的角色 对没错 那何立峰 何立峰有可能会接这个刘鹤 也是国务院副总领 是主管金融跟对美贸易 还有贸易谈判 那他才是对叶伦的 对是 那王毅当然在 那王毅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那其他代就是外交系统 包括马昭旭谢峰 两个副外长都在华春莹 这个外交部长的助理 部长助理 还有新闻司司长 还有两个 中国大陆外交部 北美大洋司的司长跟副司长 这他凑成他十根团队 面对的就是美国 拜登 苏利文 布林肯 叶伦 刚才所提到 伯恩斯 这个 坎贝尔 还有康达 还有国安会里面 三位主管中国事务的 资深主任跟主任 这样的阵仗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是对等 应该是对的 而且也有功能性 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其实里面 其实就两个议题 一个台湾 一个是美中的战略竞争 其实从头到尾 就是这两个最关键 至于那些合作的议题 我觉得就是 心理如意 合作就是 对外 对 可以共同发表一些 好像看起来 双方谈得还可以的 这个 比如说气候变迁 对 比如说乌克兰 不应该 战场上不能用核子武器 对没错 这些是有一些共识 那台湾议题 其实是 我们也不意外 但习近平这次的提法 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说 底线红线 但习近平这次讲说 台湾议题的本身 就是中美关系 不可逾越的红线 不要讲说 你要什么立场 我什么立场 光是台湾 就是一个 不可逾越的底线 那核心中的核心 其实之前 习近平讲过 那还有他讲的 有趣的地方是 台独跟台海的 和平稳定是 两者水火不容 因为美国从去年到今年 所有的场合 在讲说 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 所有的多边场合 跟自己发言 那习近平 这次讲得很清楚 是台独 只要你提 台海的和平稳定 那我告诉你 台独就是我最关切的 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 成为未来呢 中国大陆在对外 其实建立关系的时候 最重要的基调 对 因为美国其实在 建立亚洲盟友的时候 强调的都是 台海稳定嘛 但是呢 现在习近平要去对应的是说 造成台海不稳定的是台湾独立 没错 所以只要操纵台湾独立 就会造成台湾 台海的不稳定 我觉得他就要去传递 这一个诉求 没错 未来恐怕 铺天盖地 中国大陆在跟每一个国家 去谈到台海稳定的时候 这都会成为基调 对 因为这一次 其实已经事先早就预告说 不会有联合生命 也不会有共同的记者会 所以最后是拜登出来讲自己 那可以看双方的新闻稿跟通稿 那以美国来讲的话 他就会提到说 我其实有谈新疆人权民主啦 这些东西 那他也提到说 一中政策 那也提到说 对中国大陆 对台海的一些 威胁性的举动 他提出了反对 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 台海议题就是如此 那美中的战略竞争 其实习近平两个重点 就是我从来没有寻求改变国际秩序 我也没有干涉过美国内政 我也无意取代美国 但这点美国就不会很相信 他会认为是挑战他的国际地位 你只要经济成长超过我 我就害怕了 就不行了 对对对 那他当然也批判脱钩 这点是老调重弹 但是见面还是好事 因为已经有讲到说 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对 而且双方的解冻 可能会从气候变迁谈判开始 因为在八月份 培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大陆断了八项 对话管道里面 我觉得最严重是 对就是美中的气候谈判 因为是双方目前 唯一可以做下谈的东西 有可能从这边开始解冻 所以布林肯访中 然后呢也提到了 经贸可能要重新恢复谈判 然后呢再包括了气候变迁 所以他们应该会 应该就是借由这次会面 打破培洛西僵局 就那时候培洛西来台 所造成的中美之间的僵局 看起来这一次是打破的 从那个最低点的谷底 慢慢往回走一些些 是可能的 好 这个呢是这个习拜会 那最后就是以色列 他这次的大选结果 极右派的纳坦雅胡 哇那这是大获全胜 他会回锅的 对啊 因为右翼联盟 就拿了过半数的席次啊 六十四席 所以那坦雅胡又要回来当 这个不死鸟 他又要回来当总理了 可是这个时刻点呢 他来主导的以色列 整个中东地区要如何看待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又如何看待 对因为 那坦雅胡版就是长青树 他96年 1996到99就是总理了 这么久以前 47岁就当总理 好可怕 1996到现在 他现在70多岁 2009到2021 他也12年多是总理 只不过在因为过去三年里面 以色列居然五次国会大选 所以政治上非常动荡 好不容易在去年的时候 有个八党派 共同把内坦雅胡赶下来 但这个横跨左右 还有轻 这个政府是只维持一年就垮台 所以现在让这个内坦雅胡又重新回国 那一下正式被任命授权组阁 而且他的息事比较稳固 达到64 因为120席里面 64席是相对稳定 那这一点也会考验 第一个是他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内坦雅胡 基本上跟川普关系还不错 但跟两位 包括现在拜登跟以前的这个欧巴马 关系就没那么好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欧巴马的 这个伊朗核子谈判 还有美国非常强烈要求说 你不能再这个建立新的囤肯区 但是内坦雅胡都根据这样的原因 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利益 去跟美国是有摩擦 但是目前来说 就是大家再看 假设内坦雅胡回国之后 他对于巴尔斯坦的态度 是比过去更加的强硬 那基本上会影响到目前前一阵子 就以色列跟整个中东国家的一个交好 还有关系的一个回升 共同去对抗伊朗 这大的态势会不会有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看的一个关键 好 这个以色列的后续 他牵动的当然就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未来 对 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也可以观察 我们要非常谢谢李大宗李教授 也非常谢谢大家 allow Heart loading 变成 标 幽